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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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在香港有一個這麼大的山頭 有這麼好的一些道路設施 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它里面有很好的树林 有农业的环境 纯粹在这里好好地享受 一天地在自然里面 我想它也会给人很多的启发 73年前,这里和现在截然不同 这个地方其实当时也是比较贫積 泥土也不多 当时他们也接受这个挑战 希望如果我在这里建立土壤 透过一些工程改善的种植环境 其实这也是技术的一部分 1951年 荷里市家道理爵士 和罗兰市家道理分爵两兄弟 连同胡礼以及胡廷生 创立家道理农业辅助会 是家道理农场亚植物园的前身 香港多了很多 国内移来香港的朋友来居住 他们很多朋友都是新计是有问题的 家道理他们两兄弟 当时就希望找个方法 帮助那些人透过无农自力更新 那他当时的目标是希望助人自助 1956年 家道理农业辅助会 在大霧山山坡白牛石建立实验农场 例如透过捐赠一些禽畜 捐赠一些好的果苗 或者是做一些小型工程 或者是透过贷款 那他就希望透过这个农场的发展 可以赔到好的苗 但是同步也都是发展一些技术 他们更加设计特定项目 精准协助不同的药细社群 那他在寡库那里 他就特别以捐赠动物为主 那譬如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他会捐牛给他们的 重点群组其实也有 居家兵的训练 那等他们去休息之后 可以回去的时候 开展新生活 就可以是比较容易一些 辅助会曾经围及30万人 但80年代尾 本港农业逐漸适渐渐 促使辅助会思考未来路向 其实香港和很多城市都一样 越来越城市化 人和土地的关系就越来越疏离了 当时重新去思考时就发觉 可能是全球暖化 生物多样性 研究我们的方针 目标最终都是在人自作 希望可以改善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为我们的方向 1995年1月 当时的立法局通过相关附例 促成家道理农业辅助会 转型成为现在的家道理农场 基植物园 将发展焦点转移到环境问题 令到本港在动植物保育 有机耕作和环境教育等等 踏入新纪元 而家道理农场在转型之后的发展 我们下一集再讲